我謝謝各界對我的關心 我想我現在全心全意都放在雲林縣 因為最主要雲林縣明年辦全國運動會 同時我們今年是我們國際有雲林 所以要怎麼樣把雲林縣推向國際 讓我們世界能夠看到雲林縣的改變 跟我們現在在講的聯合國永續發展 SDGs 能夠符合所有現在國際的趨勢 那這是我們在一個農業大縣 如何引領極端氣構 最重要的一個改變 也面臨到一個非常大的困境 同時昨天才接獲韓國瑜院長 希望這次的國慶煙火都在雲林舉辦 所以任務非常多 那我也期待我僅剩這兩年多的任期 能夠好好的把雲林翻轉 也能夠改變雲林 也能夠提升雲林 來造就雲林 讓雲林更加有機會